由总干事进行111年度工作报告之后 随其是提案讨论 包括收支决算、预算表及工作规划案等 会员大会后并举行第14届 理监事、常务监事及理事长等人员改选 草屯镇老人会组织建权 以联络感情 研究康乐场授指导与互助服务行善 及协助政府推行政令为宗旨 在社区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前会员人数近3500人 透过会晤的推动 鼓励与带动长辈们走出户外 多多参与老人会的活动 充实自己的生活 让身体更健康 老人会就是有一些老人福利 还有一些社会公益 还有就是大家会出来联谊 老人会以往就是 照顾老人会的长辈 一些工会上的和一些補助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现议员蔡敏轩肯定老人会的用心安排及推动下 增进长辈与社会的互动 并结交许多指同道合的好朋友 期许新任理事长李仓富 在已经建立的基础之上 继续努力 为老人会做更多的贡献 我们草屯镇 我们最大的老人会 草屯老人会 在这一次理监市改选完 也顺利的产生我们新任的理事长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老人会 在我们的新的理事长带领下 还有我们这些理监市成员 一定可以越做越好 把我们的草屯的长者 他们的退休生活可以照顾得很好 新任理事长李仓富表示 该会一直在为老人服务的路上行走 也希望工部门能够重视老人会的会务运作 协助开设各项学习课程 丰富长辈的生活与视野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